杨戴刚取自巨人推特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旅日好手杨戴刚今天与所属球团独卖巨人进行谈心 明年年薪将与今年一样 维持在3亿日元 约台币8000万 杨戴刚明年目标除了全行出赛打击率三成外 也希望能发挥自己的快腿实力 成为球队中的盗雷王 独卖巨人继钱砸中金 成功网罗到火腿当家中外 也守杨戴刚 无奈寄出受到右大腿拉伤 左小腿筋膜炎影响 一直在三军调整 直到6月交流战才正式归队 在转队首年仅出赛87场 绞出九轰33 打点和打击率2成64的成绩单 本期饱受伤痛所扰 杨戴刚表示 这是一个艰难的球技 太晚归队让他充满焦虑 以及压力 希望明年能全情出赛 而腿功扰得的杨戴刚 本季只有四道 明年目标是超越好朋友 版本勇人的十四道 成为球队的盗雷王 巨人近日网罗前 中日龙羊江格雷诺 杨戴刚对此表示 今年还是对手时 就让人感到害怕 他的到来对于球队火力 将大大加分 守备方面 他不用担心 大家都会互相帮忙